彎朝要折掉 彎朝要折掉 折掉 台海開打 一定要上車 上的會是零車 但沒關係 就至少上了一個車 我真不知道八年前 我傷害了一個國之棟梁 沒有 但是當時是真的不好笑 真的 喂 什麼叫 你敢動嗎 這次 三口喜劇之王 博安來了 好厲害 八年不見我回來了 謝謝 完成一個 歡迎 歡迎 金牌球 金牌球 好像是小龍 這麼老派的效果有看過嗎 有 2024年 交給你了好不好 今天來真的是借勝口球 我直接表演是不是 直接表演 我原本想要聊天 表演完 表演完再聊天 如果精采就會聊天 如果精采我直接走回去 就八年前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大來賓 我們先來一個瘋狂熱情掌聲 OK 來 來 歡迎光 歡迎 好了 那我今天是一個示範表演 所以我想要跟後面的表演者 就是有幾點聲明 可以做的事情跟不該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所有人表演都是五分鐘 所以要掌握時間 五分鐘其實是一個不太好掌握的時間 小時候打電動 媽媽說再玩五分鐘 你通常玩到天亮 可是男生跟女朋友講說 在床上 我要跟你玩到天亮 通常只有五分鐘 掌握時間 掌握時間 第二個 不要滑中取寵 好不好 你不可以講到一半 就直接置入憲哥的產品 像這個 馬拉 浩天蕾 他在這邊 遠線迅速 音質好 兩顆只要6千9 6960 6960 全球同時 太可怕了 這樣子太慘媚了 不要做這種事情 不能做這種 絕對不行 不可以做這種事情 我這到貨真的很快 對 兩天前才買的 昨天就到好厲害 參考一下 我今天通告費全部砸在這上面 好 好 好 廢話不多說 就進入我的五分鐘的表演 大家都知道 電視上面的內容 是有一些東西不太能講 像是 新三色 黃色 政治 彰化 我今天都會講 漂亮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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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帶來一點輕鬆的話題 好了 我們來聊一下台海戰爭 怎麼樣 喂 因為我去年巡迴的時候 到美國最多人問了一個問題 你們台海戰爭會不會很緊張 是不是快打起來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有台灣人給的答案都是 那個沒事 那個頂多就是死掉而已 對不對 所以 剪掉 剪掉 我脫好不好 我脫 對不起 沒事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一直跟我身邊的人講說 這個對岸有很多導彈對著我們 可是我朋友就只會講說 那不就很調皮導彈 我想說 請問 可不可以 笑死 我先停下來一下 你有想到7年前嗎 我有 歧視感很嚴重 對不起 我這7年前 我的能力一點都沒有進步 沒有 我單純就是指望他們可以給我一點反應 很重要 不要吼觀眾 但是我現在好崩潰 他們很害羞 對 他們很害羞 害羞 繼續講 這樣 確定 反正台海開打 我是覺得我們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將來以寡敵眾 我們要一個可以打100個 所以我們要決定要派誰出去 我個人的建議是 大家覺得怎麼樣 不錯 酒駕灌犯當神風特工隊 因為第一 他們喜歡酒駕 他們本來就不太在乎自己的生命 對 然後你叫他們駕駛一個交通工具 去撞另外一個交通工具 他們駕親救手 對 對他們來講 跟喝水一樣 或者我剛才說 跟喝酒一樣 對 就處理掉人數的問題 可是我在想到底為什麼 台灣人好像不在乎這場戰爭 然後就想到 大家其實平常活在這個社會 就已經太辛苦了 大家只會關心自己 銀行存款剩多少 不是股票賺多少 像我想問憲哥 當初肺炎爆發 股市大跌 後來反彈 有上車嗎 當初有上車 我本身是不買賣股票 不買賣股票 Easy come easy go 我們如果想要賺容易的錢 你也來得容易 也會去得容易 去得容易 千萬不要這些 不行 不行 我們是靠 我們是靠 一搖就是要有40年 這是絕妙機會 穩賺不賠 因為你看 新冠肺炎 股市大跌後來反彈 烏俄戰爭 股市大跌後來反彈 所以台海開打 一定要上車 真的 上的會是零車 但沒關係 至少上了一個車 到時候台海開打 讓我們全部人衝進去放空台股 三倍槓桿 放空台子騎 不是 你們舉笑時間有表情 三倍槓桿 放空台子騎 那傳來線報說 桃園機場炸毀 你說好爽喔 我剛好放空滑航耶 中華航空 長榮航空 空空空 那啦啦隊都出來跳說 炸 烈 台子騎 一起炸烈 台子騎 好開心喔 超爽的 超爽的 賺翻了 買房子 會都會看 哇 沒有房子可以買 好開心喔 可是最後還是要認真討論一下 就是到底要怎麼避免這場戰爭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借鏡 就是到底為什麼 北韓現在還沒有打南韓 對 我覺得是因為 南韓有Blackpink 喔 是嗎 對 南韓有Blackpink 因為誰敢打Blackpink啊 你怕我基礎什麼意思 對不對 我開花 我哪是讓你腦袋開花 你敢打Blackpink 全世界與你為敵耶 就算世界與我為敵 全世界與你為敵耶 全世界的國中妹跟高中Gay 全部拿起機關槍 開始 射倒在地上 敵方喊 我們喊Lisa 對不對 射到地上 然後對她唱說 Hit you with that 我們應該要先聊天 不會 很棒 對啊 不會也很棒 不要這樣 我今天來是想要 打破我們雙方中間這個高足的冰牆 有凡理 對 真的是 所有喜劇人都好害怕上綜藝節目 是 原本今天是要證明說 我們可以 結果呢 節目效果很好 OK 結果 再七年好不好 再七年 不要啦 不會啦 掌聲鼓勵一下 很棒 掌聲鼓勵一下 可以老大 有啦 掌聲再鼓勵一下 多厲害的 對 應該就是因為本人就很不容易 真的很難 演藝圈裡面發生了這個事情 我真不知道八年前 我傷害了一個 這麼優秀的一個舞台的工作者 然後我竟然說他沒好笑 憲哥 今天我證明憲哥是對的 沒有 沒有 但是當時是真的不好笑 真的 喂 你敢說什麼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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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 信任遊戲 為什麼要摔成這樣子 這個是信任遊戲 信任遊戲 所以 我好慚愧 我後來 我後來才會答應說 我要去上那個 柏恩夜夜秀 後來是賀龍 柏恩夜夜秀 我不知道是賀龍 賀龍我跟他又沒有交情 又不認上 我是衝著你去的 我不記得賀龍 我只記得龍龍 喂 明星跟脫國秀圈的心情 有點感心 他們兩個是什麼關係 他們的關係 這個一集講不完 對啊 所以你看後來我去參加的節目 沒看到你有點失望 我不在台灣 所以不會 博恩 我跟你講 我們會成為最好的朋友 這樣子嗎 但是 站在舞台上 真心為大家表演 我今天送你四個字 八年來沒有被抓到過 任何個字 等一下 這是什麼話 這是什麼 對啊 這樣是好 跟他說火球內容無關 從我的眼神裡面 看得出我隱藏什麼嗎 這是什麼稱讚 好 我跟你講 但還是要跟你介紹一下 你的賀博颱風 太厲害 6月21號 22號 台北小巨大好不好 憲哥是會去看21號那一場 對 感謝憲哥 對 我一定要來看一下 21號好不好 我可以先跟憲哥報告一下嗎 就是其實呢 我覺得那個報道 它有點誇大了 我當年的 我沒有那麼傷痛 因為報道是想說創傷症候群 對 就是 憲哥也知道面對 那個媒體 記者 他們就最喜歡找你 一個不想回答的問題 一直鑽 博恩跟賀瓏 哇 兩大巨腳 賀博颱風 我們的世界巡迴 因為我們海外有滿多的觀眾 很少看到我們 所以我們就想要 這是我們第一年去歐洲 對 也是我們第一年去北加 如果有在美國的各個城市 東岸 西岸 我們都會去 然後歐洲是巴黎跟倫敦 最後我們六月底在台北小巨大 騙大風 OK OK 6月21 22 在台北大家掌握機會 這個門票要搶購鐘了 不過今天你來 太棒了 我們也開啟了一個很好的角度 我們這個電視也現在慢慢流向 你看這種脫口秀越來越好 對 一起來共演 對 好不好 還是6月21號 憲哥會不會覺得說台下的座位 坐得有點不太舒服 比較想要從一個升降的地方 不妥 是…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不妥 因為要先講好價錢 對…先聊 演出是演出 對 然後觀賞是觀賞 我去就是要觀摩觀賞 你們在台上演出 但是我坐在台下認真的看